超商門口一名男子 東張西望 口中還念念有詞 突然起身往超商裡頭 手中面火器拼命噴個不停 黑男不過面火器全往身上噴 直接衝向對方 後頭還跟著其他人衝上前助陣 窮追猛打 鎮監店煙霧瀰漫 但隱約可以看到一幫人四打一 安全帽揮個不停 店員簡直嚇壞了 就怕上前勸阻遭袖波及 立刻躲在一旁 打電話報案 而一開始嚣张噴面火器的男子 成了這副模樣 警方獲報第一時間趕到現場 局勢被打到頭破血流的蔡姓男子 光是要把人抬上燈架 就廢了好大一番功夫 蔡姓男子雙腳無力 眼神涣散 頭上滿是雙痕 緊急被送往醫院治療 13號凌晨西北市三重 蔡姓男子偷了滅火器 在超商門口閒晃 看到要前來附近找朋友的四名年輕人 竟胡亂嗆瞎 惹得對方新鮮不滿 上前痛歐 蔡姓男子隨即拿手上的滅火器狂噴 超商從外頭到裡面 通通遭受波及 超商更因此暫停營業 趁亂騎機車逃逸的年輕人 警方火速循現 將他們逮捕 遇上疑似毒蟲鬧事 莫名被狂嗆 但動手打人本就不對 倒霉店家遭受牽連 記者侯語蕭 劉樹偉 很為榮 新美食報導